那叫你講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個人 會是哪三個呢? 第一個當然是我媽媽 三個出來 讓我見到這個世界 有這麼多東西 喜怒哀樂 那我不會多謝我爸爸 我和我爸爸沒有什麼感情 第二個 我就要講好朋友了 唐先生了 一路給我很多提示 就算很多人不知道 比如在工作上他都會有很多東西 因為我有時候很衝動 他看起來比較冷靜一點 還有我看著一盤帳 很重要 就是這件事 因為我對金錢上的東西 我不懂得處理 但是可能就是因為他的學識 他的認識 對這些東西 他給了很多很好的 作品給我 這樣 我覺得兩個而已 我沒有什麼想說 一定要三個 是吧 那六者 那六者 你講的因為六者太久了 這麼多年 你很記得他 是 那就是 沒得很講的 這個意見 是 現在看到這個 壓迷巴蟲 這件事 我再問一些私人問題 你為什麼保養得這麼好 沒有 就是我 我昨天很敏感 所以那次 阿根力派 就是這麼大件事 就是 搞到那個 Ameba 是 那你那次 Ameba 那次 其實是死過翻山 是啊 還有我看到很多東西 是 就是我領悟到人生很多東西 就是真的原來是 到一個階段 錢已經不重要的 是 什麼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你 你和你的親人在身邊 是 是 你當時沒有 沒有啊 你身邊 就是梁潮衛在你身邊 是啊 是啊 那就是工作人員 是啊 而且還身在義鄉 是啊 那你躺在那裡的時候 又知道自己原來是有Ameba 那你 你的心 就是 在想些什麼 無助 是 就是無助 但是我想我那隻 Ameba 已經對我 比較好一些了 不是說 瘋到出血了 是 因為我知道原來Ameba 原來瘋到就是 三味應該出血了 是 但是我已經瘋了 第五天的時候 都仍然是 OK的 但是剛剛 就是有梁潮衛 那次我講 多謝他很多次了 不再多謝了 是啊 那就是說 他找了一個醫生 死之膠 他找了我的醫生 沒有那一部 哈哈哈 那只不過是一個醫生 他的醫生朋友 就叫做救回我的命了 你心也在進去 這分鐘卻掛念上 那你那時候 都買下屋的了 為什麼你現在 綜屋住 有人都知道你綜藏住 為什麼要綜藏住 你爆災 我聽說那件事 不是說爆 我是率先報道 啊 你率先報道 是 會知道的 是 等我這麼煩 真的要搬屋 都要找這麼多事 看著 你說多安全 是啊 真的多謝你 多謝你 沒有啊 我覺得就是 不是 日心太問題了 就是我覺得那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 我看呢 就是我看那時候 香港的經濟 樓價呢 升到 因為我覺得什麼東西 都是一個 cycle 就是我就好像說 其實我不是一個 那麼什麼的人 就是剛才我所講的 就是 就是 韓先生跟我講 就是可能 這些是一個 就是這樣子的 循環的東西來的 就是你看啦 那也都 既然 有人給到這麼高價 我那間屋 那好啊 就賣給你了 那又給別人 進來拍照 就是這麼 美倫美換 但是我又不是 就是我雖然沒有東西拍到 但是我覺得 沒有那麼必要 因為我不是那隻 喜歡解決專訪那些 就是我喜歡自己 私人生活 我有自己的小尖地 那我覺得很反感 但是我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是我覺得 唯有賣了 唯有賣了 一吃滲頭之恨 那我聽過你講 那時候你有電梯恐懼症 是啊 真的 所以金枝玉葉 其實有些input是我的 就是我很怕被人不運電梯 那些 就是你有幽閉症 那些有幽閉症 那些有幽閉症 是 絕對是 我簡直是 廁所如果沒有窗都不行 那你是不是試過運電梯 小時候 小時候試過一兩次的 是 所以就令你很驚訝 我講一件事給你聽 這些是你獨家才知道的 是的 那時候在加拿大 我買過一個apartment 就是Pent House 是 因為是很便宜的 陳太 Forence 走來就說 買菜 不是買菜 就是有這樣的東西 就不如去看看 那我打算 陪著他的心態 不知道多少 21樓還是多少 只要一個電梯 我的電梯 因為我是Pent House 就是插卡 就按了 上去 這樣 插卡一上去 20和21中間停了 哎呀 嚇死你那一 那我就記得 你一個人嗎 你有朋友嗎 不是 我有兩個朋友陪著 這樣也好 就是 是女朋友來的 兩個女朋友陪著 他們反而不怕 但是我已經蹲在地上了 好 你問一下 這麼多年 你最開心是哪一 現在 最開心是現在 因為已經無辱無求了 也沒有說無辱無求 其實我一直都是向前望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做了一個藝人 我始終是一個藝人 如果你經常覺得 哎呀我厲害了 我厲害了 我有了我什麼都有 我不要了 那個厲害你死的了 嗯 我不想死的 我很怕死的 所以我不想死著 你一定要就是 一打開眼睛 所以我很怕呢 我現在就是Worker Hauling 我是很喜歡做事的 那你都已經編排了你的 我有的 我很怕就是 一打開眼睛是沒有事做的 嗯 然後就說 給自己聽 你可以的了 你什麼都可以的了 你睜開眼睛 你的藝人戶口有多少多少多少 你不用做事 不要這樣 就是做人這樣 我是很頹廢的 我不喜歡的 嗯 所以一陣子 譬如說我不敢 有一些很多人的公眾場所 譬如說 哎呀 其實不可以吃 大白檔 我現在採你多餘 我可以去街市 我去買菜 那些人對我很好 我不喜歡別人叫我 張革榮 或者Leslie 我反而喜歡別人叫我哥哥 就是很親切的感覺 就是他 他告訴你 真的好像哥哥 你明白嗎 不是說只是一個稱號 而是真的好像 親戚 好像很親人 很close 都想不到 喂 張榮 你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部電影 你自己最喜歡哪部 有些人不會覺得 哎 為什麼呢 我都用東城西獨 看不明白 但我覺得我的角色連貫一些 就是我control到這個角色 阿菲就是很王家衛的電影 其實是他control我們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無法發揮餘地 只不過是他要我這樣做就這樣做 那 張榮 你最喜歡哪首歌 後期的歌 我喜歡的 其實我由紅 那些 其實我由紅開始 我才喜歡 究竟有沒有 但你這麼多年 這個圈 你有沒有避忍呢 沒有 所以才看到我這麼多 對 對 沒有的 我覺得其實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做事的 就是我是對事的 我最近時會大脾氣一點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我覺得那些人蠢 或者我覺得那些人配合不了我 或者我覺得我自己蠢 那我會在現場 或者我會快點脾氣 但是已經沒有的 現在我也沒有的 嗯 我直接收了火 那 還有我覺得 不可以別人想的東西 跟你想的東西是一樣的 就是你要求別人未必一定可以做到 或者 你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要體諒 對 寬容 就是那個包容 包容 包容這個字是很大的 原來 是可以幫到很多東西的 就是 是事半功倍的 我覺得可以 那就是 你看回頭 你沒有覺得 在你這麼多年有什麼遺憾 你不覺得的 是樂觀的 就是我覺得有的東西 我得到的東西 我當然是多過遺憾的東西 所以我也不會去想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的人 我有一天分析我的人 其實我是basically 我一個非常樂觀的人 你看看我熬了差不多七年八年 我才是去到Monica那個時候 是 直到現在 因為我什麼未見過 但我覺得也都是 上天是很公平 上天也是對我很好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什麼 真的 很多很遺憾的東西 令到我要覺得 哎呀我黑骨銘心地要永遠記住 但我亦都記得一件事 就是王家衛寫了一句很精靈的對白 我覺得現在我也記得他 要記得的東西 我一定記得的 所以我要記的東西 我一定記住 人家對我多好 人家對我多壞 我一定會記住 江榮 你現在在加拿大回來之後 好像不太做訪問 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我怕的 因為我好像不得寧靈 不是啊 而且我喜歡我自己 我喜歡就是多做些小說話 是 就是現在這個是我 這十年裏面的心態 和在右銘來的 嗯 就是不用說這麼多 就是無需說話 是 無需說話 那張學榮除了很疼唐先生之外 有一個人他很疼的 那個人是梅艷芳來的 那他們當然呢 真的一起喊的 我跟梅艷芳常常常都睡的 真的 就是大家 Pillow talk 經常都是 因為他又有點怕黑 所以我呢 有時候呢 就暗了他睡覺 教我才過我隔壁房睡 有時候我們已經熟到兄妹這裏 就是兩間房 拍在一起打通一個門 這樣 因為曾經試過我跟他很弱 做show 他被人進了房 真的那些皮褲 就是背負貼的那些鬼佬 是 所以他怕得不得了 之後他跟我登山台 一定要跟我隔壁房 那時候就在那裏說 就是 講了我心聲 就是我覺得 做藝人是辛苦的 是 有些藝人可能他們很幸運的 一出來就已經是掌聲 永遠 但是掌聲背後有多少呢 就是有大家知道的 但是我覺得我就是 是 我是已經有很多 但是我也失去了一些東西 人家是預期不到的 這樣嗎 我很有理想 我覺得其實 但是一件事就是 做我呢 我呢 我覺得我自己 我不是單止想顧及幕前的 我想顧及幕後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幕後的東西 所以其實你看我這次拍 比如說這個TV的特輯 其實都不想再騙人 每個人都知道 其實編導演都是我的 就是整個東西 所以 有些人 可能他會覺得錯誤 為什麼是張國榮作品 其實因為真的是張國榮作品 挺電影的 張國榮作品 因為其實我也覺得是 因為說明是音樂電影 我們也不想騙人 那這是不是實驗品 是不是你會繼續 因為其實我說了做導演太久了 但是呢 我就覺得我有少少 是幕前太多人找我 還有一些project 我也是這樣 你不可以說我貪心的 有些就是 好的project 人家叫到的時候 我又很想做 劉昇語可以說的 其實那部電影就是 不收錢的 譬如我 你不收錢的 劉昇語 沒有的 我沒有錢收的 因為我覺得 那時候市道的問題 就是那時候 電影市道已經落到最低潮 如果我們 都不可以支持電影 我也是有半個電影出來的 我現在有的東西 我擁有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在電影方面 是給我的 我覺得做人要喝水思源 好